中东总是乱局的核心,叙利亚问题还没有平息,伊朗问题还在焦着,现在沙特记者事件又发酵到了高点。 根据最近消息,沙特承认了,承认反对派记者,卡舒吉,死在了领事馆,根据通报的情况来看,通报的要点主要有三条,一是卡舒吉进入领馆后,遇人发生打斗,打斗中意外身亡,二是一名王氏顾问,和一名情报机构负责人已遭撤职,三是18名与之相关的沙特人被逮捕,调查还在继续进行。 很显然沙特的声明说明,其已经承认了加舒吉,死在了领事馆,沙特是脱离不了干系了,现在沙特承认了,迫于外界压力承认卡舒吉死亡与自己有关了。 这个时候其实比沙特更难受的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,虽然情很不情愿,其此间还是释放相对强硬的言论,声称如果沙特记者如果真的是被沙特杀死的,那么持续严厉制裁。 如今沙特承认了特朗普去为难了,因为其真的舍不得手气沙特这个国家。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0月20日报道,特朗普在沙特承认卡舒吉死亡在领事馆之后,发表了最先评论。 特朗普指出,沙特逮捕嫌犯是不错的做法,下一步行动将会跟沙特王处会谈,在声称不可接受的同时,又强调不希望伤害美国的军工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。 很显然,特朗普希望采取获悉尼的办法,将这件事蒙混过去,特朗普实在不想制裁沙特,因为沙特对美国太好了,卖给美国的是石油。 进口的却是美国的军货、汽车等,按照特朗普的理念,沙特是一个最好的国家,此前美国国会呼吁给予沙特最严厉的制裁。 沙特官方警告,趁如果美国实施制裁,那么沙特将毫不犹豫地动用石油武器,不排除将国际油价推高的400美元。 很显然沙特在对抗美国制裁方面也有自己的手段,沙特威胁动用石油武器,说明沙特也是展现了抵制制裁的抢用决心。 在特朗普舍不得利益,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下,普京又出手了,俄罗斯卫星网10月20日报道,普京在所写一个论坛明确指出,美国对沙特记者死亡事件需有责任。 在处理问题上美国是双重标准的,普京的意思很明白,那就是英国双面间谍被暗杀事件。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,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,可是如今已经证实沙特对记者死亡负有责任了,美国还在扭扭捏捏的没有任何行动。 很显然这是普京又将了特朗普一军,制裁沙特就是制裁美国自己,因为沙特就是美国的街主,失去沙特损失最大的就是美国。 如今土耳其还在不断的施压,普京也出手了,特朗普显然是十分尴尬了,以沙特的现在的状况,他没有一点与美国加板的能力,所以这件事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蹊跷,事处有妖, 必有其因,特朗普,我们不会制裁沙特,但是我们会惩罚沙特,就是让沙特大,出血,购买美国更多武器。 整个沙特记者事件,美国插手的时间很微妙,特朗普两次放话内容也很有看点,特朗普的态度完全是出了三分力,留了七分力。 其实特朗普的态度很明显,那就是绝对的不能损害美国利益,必是美国优先。 自于站起,西方世界涌现了许多军事学家和经济学家,但是缺乏优秀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改革家。 美国近三百年的历史史高度建立在工业科技生产力上,但除去这些,美国的核心精神还是处于原始与野蛮,暴力与虚心。 美国没有一种哲学思想、人文理论能约束引导其高度,快速发展的科技生产力。 任这种毫无灵魂的科技生产力朝着暴力毁灭的异端发展蔓延,失去了指导论的美国军事,只是一种展示武力的庞然怪兽。 失去了方法论的西方经济学说,只是一种夸夸而谈的空论。 美国就是一个无底线的流氓,美国的衰弱是必然的,从国际兼博弈角度看,这是真相本身在其次,反而是后世的演变更值得观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